越海铁路是中国的第一条跨海铁路 自2003年开通以来 四艘铁路轮渡全年不休 保障穷州海峡两岸旅客的通行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 多年来春节期间始终坚守在岗位上的 轮渡船长曾令宇 曾令宇是越海铁二号的船长 今年是他当船长的第八个年头 也是他保障春运的第十七年 在开启航程前一个小时 曾令宇通常会先开一个班前碰头会 会后十多个工种的工作人员准备上船 手中提着的蔬菜是他们一天的三餐 未来的24小时他们将在船上度过 接过船舶的指挥权后 曾令宇紧接着下到机舱 仔细地检查各种设备 确保今天的渡轮能够安全航行 与此同时旅客 汽车 火车正有条不紊的上船装载 在短短二十分钟内 火车被迅速拆分成四节 装进长一百六十余米的船舶内 我们是全中国第一条滑海铁路 就是我们可以拉火车 火车对我们就说民生这块相当重要 春运期间 曾令宇一天要指挥铁路船舶 往返于海口与湛江之间十次 运送旅客五千多人次 联系五年都是在船上过的熟悉了 多少年的熟悉夜吃饭 这种一家团营的感觉是没有的 春节前后 曾令宇的工作更加繁忙 特别是午饭时间 曾船长的饭菜经常是吃不了几口 刚抓起筷子又被新的情况打断放下 春运压力大 越海铁路每一位工作人员都不敢放松 只为把旅客安全送回家 团团圆圆过个年 他们的付出也获得了旅客的认可 我觉得他们特别不容易 真的 也很辛苦 中国人比较在意节假日的 特别是过年 为了民服务真的不容易 谢谢 辛苦了 船舶靠岸 曾令宇又结束了一趟航行 他通常会站在驾驶室的窗边 目送旅客下船 这也是他难得的休息时间 看到那些旅客小车 从我们的人情上朝下 他们拎的大包小包 他们这种许业 我们是很开心的